他在深圳花的钱 全市公司账户直接刷走 涉嫌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是犯罪 问题是谁敢举报呢 你想利用那个大头 没必要把它弄进去 咱要的是控制那些厂房 苏总 这几天我花了不少钱 在各大厂子的管理层认识人 同时对外放陆锋 直接挪用大家的钱 年底不分红这类消息 已经结交到一些重要的高层管理 他们手里持股数较多 只要能够把人煽动起来 多数人绑架少数人 就是30%的股权 至于那个大头可以利用一下 他不是融资吗 咱直接把他出让的股权拿下 这样一来 陆锋直接变成了小股东 到时候起诉他 挪用公款罪 坐在牢里 他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剩下30%的股权低价转让 咱直接撤诉 他不坐牢 加美食品落入咱的手里 刘总办事就是利索 那就按照这么办 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他现在忙着在这些人身边周旋呢 估计一时半会不会回去 我知道了 苏总早点休息 陆锋 你是斗不过我的 陆锋回来 让张凤霞回屋休息 他带着崔宁到了咖啡厅 崔总坐在那 困得直打哈欠 这都12点了 苏总 早点休息吧 喝口咖啡 你说一下那个肠子 什么情况 松茅的肠子 松茅出几书 苏总是出钱 那个村子出地 出钱 三家股份办了个熊猫分场 本来挺好个产业 结果三家扯皮纠纷 因此脚破晃了 孙国企业 还是私企 这个 这谁知道呢 听说是乡镇企业 也说是混合制的 反正就是一国州 有两年了吧 卖不出去是因为利益分不均 陆总 你想弄的话 就得平衡三家的利益 一家不同意都不行 你要不现在 给你那个亲戚打个电话 我跟他聊一聊 路正 这都几点了 你都要开眼圈了 这么晚打电话不合适吧 陆峰虽然心中急切 可以只能点头 先睡觉吧 第二天一早 早餐厅内 陆峰吃着饭 面前摆着几张报纸 毫无疑问 标题都是昨晚的那场争辩 标题起的一个比一个唬人 今天你又是头条 有些报纸真的是瞎血 这上面说 你拍桌而起 怒目相视 背后有万丈光芒 整个人气势如红 目光所致无人可敌 我怀疑这篇报道 是金庸写的 全当是给宣传了 没看到崔总吗 没有 估计还在睡觉 一直到上午十点 崔宁才出了房间 紧接着就被陆峰拉去联系 他那位远方亲戚 谁啊 是我 大八哥 熊猫那个厂子还没卖吧 没啊 怎么了 我跟你说 我这有个大老板 非常有钱的大老板 你那个厂子给我留着 知道吗 真的 崔秘书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熊猫厂的事解决了 自己的多大的功劳啊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急忙问道 外资 还是湘江那边的 陆峰在一旁 急得直接抢过电话 崔秘书 你好 我是加风科技的董事长陆峰 对咱这个厂子非常感兴趣 这一两天的时间 想过去考察一下 不知道方便不 陆总 来考察当然可以了 一两天的话不太行 我得上报一下 今天是周四 下周一宁过来 我接待您 带您了解一下这个厂子 好 那就下周一 这事肯定没那么容易 要不然早就卖了 轮不到自己 关系硬的人大把都是 莫说肥肉 骨头都舔不到肉多的 四日 早上六点钟 机场已经铺上红毯 挂上了横幅 浩龙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崔宁率团 来我市考察 就熊猫电子分场 展开收购磋商 飞机降落在了机场 陆峰下了飞机 通过长长的走廊 走了出去 崔秘书一众人 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 欢迎崔总 率团前来考察 陆总的到来 我们非常重视 这是我们的领导 旁边的记者 咔嚓咔嚓召个不停 陆峰抬起头看去 当和黄尤伟 四目相对 俩人都僵住了 居然是他 这事好办啊 怎么是的 你好 欢迎 看见你 我从内心诚挚地 欢迎你们来 黄尤伟脸都是僵硬的 握了握手 这一刻 杀了崔秘书的心都有 现场拍了照 又介绍了几个人 黄尤伟觉得 这事不能这样 招手把崔秘书叫过来 告诉记者 不能登报 本地电视台也不要上 关于这件事的 宣发暂停 崔秘书很明显地感觉到 黄尤伟脸色不太对 可又不敢多问 一时间 心里有几分忐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本来半个小时的接待 十来分钟就被叫停了 在场的人 都感觉事情不太对劲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 不是很热情的样子 正在这时 一位年轻的 小伙跑了过来 哪位是陆总啊 我是 怎么了 我是黄书记的司机 一会到酒店门口后 他让你去他家 知道了 哦 你俩认识啊 没看出来 你手眼通天啊 这不就好办了吗 这直接去家吃饭了 还不如不认识呢 你得罪过人家呀 你俩咋认识的 是不是通过那个金婷婷 我见她也在 金婷婷 怎么会在黄尤伟手下实习 绝对是赶巧了 现在的情况是又棘手又好办 没得罪过 我创办加美食品的时候 她是野刚集团总经理 那时候国企 很轻松的 她也算是帮过我 老交情了 这回肯定帮你 去就去呗 这么长时间不见 她还能吃饿自己 陆锋上了车 扬长而去 一处办公大院内 黄尤伟站在厨房门口 嘀咕道 我跟小崔说 让你买两个菜就行 你怎么还做上饭了 这小崔 我越看她越不行 好辣也是个朋友 你一个大男人 站在厨房门口 堵着个门 叮儿把叮儿没完了 怕啥来啥 这顿饭吃完 希望能送走 陆锋在司机的带领下 走了进来 手里多了两瓶茅台 还有一些水果 糕点什么的 说话间 大家都坐在了餐桌前 能在这看到黄总 真的是万分开心 嫂子还是这么漂亮 越活越年轻啊 我都比你大好几轮 你这孩子总嫂子嫂子的叫 来就来呗 还拿什么东西 女人 夸几句年轻 找不到北了 黄总变了 气质变了 别拍我马屁 我还是老样子 你这是路过呀 啥时候走啊 不是你从机场接过来的吗 怎么称人家路过了 不是说搞什么项目吗 她就是路过 我谈的那个事 人家姓崔 崔宁就是个中间人 买熊猫分厂的人 就是我 哼 不卖 黄总 我没得罪过你吧 你都在这吃饭了 你觉得呢 那为什么不卖给我呢 你觉得我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恰恰相反 我觉得你能解决掉这个事情 熊猫分厂牵扯的东西很多 以你的手段肯定能解决 你什么手段呢 哼 我肯定会通过法律 正规的途径去解决这个事情 你这话鬼都不信 你给我捅出篓子怎么办 你当初跟人签薄打架格战的时候 你干啥了 我做什么了吗 都是正规的商业手段 那是谁在民间集资 当初还打着人家马行长的名头 我告诉你 绝不允许你在我管的地方干这种事 现在我是第一负责人 是谁在带人家废呆得 有什么样的事情 你跟人家废呆得 有什么样的事 你跟人家废呆得